日前在美国夏威夷发生一起中国籍的女老师被迫化学液体的案件 这名25岁的女老师是到当地来参加国际交流计划 但是在23号晚间她在檀香山的街头 被一名男子泼洒不明的化学液体 脸部以及上半身是严重的灼伤 肺部也有受损的情形 那么被送到家户病房 嫌犯被捕之后是依照二级谋杀罪移送法办 美国媒体就指出嫌犯在犯案的前一天其实才刚被保释 而她的犯案动机还有待进一步来厘清